面对外界批评国民党整合无力 吴敦毅满腹委屈 在脸书发文 标题是 我无怨无悔的责任 强调为了国民党能够重返施政 即使赴汤蹈火 他也无怨无悔 其中无怨无悔这个词 前后一共说了五次 先见后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最后 郭董跟王院长的决定 不是找不到 而是大家应该给郭董一点时间 让他好好的沉淀一下 这个最多到月底就解决了 我们家里的小孩四个女儿 一个儿子常常也要透过老北 说你跟他讲一下 从7月15号 国民党初选结果公布 至今已经快一个月 国民党整合看起来 仍有些遥遥无期 虽然有中常委帮吴敦毅缓夹 但台媒也指出担忧 给的时间越多 似乎只是让郭科王结盟的传闻 甚嚣沉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